最大的問題就是之前用來憧憬利好炒賞的因素 已經全部塵埃落定了 深光通告公布了 我記得一兩個月前有人問我 藍籌股最肯定業績好的是哪一兩隻藍籌呢 我就說是平保和700都在上個禮拜出賣了 你也看到上個禮拜靠借著騰訊的業績 一夾就夾上200多 騰訊現在創新高 205.4 將指數推到23,18多 但問題是除了騰訊揹到票之外 其他又沒有什麼特別去揹到票 濕制 就開始濕制了 變成了指數在上面未夠動力或因素再推高一層 劍力之外 劍力之外 甚至是快速成功 作詞